玉礼正名代表会在今天也举行的定期大会的开议 由代表会的主席吕嘉宜主持 政长蔡秋龙也率领的公所各科室主管道场 施政报告还有义务报告 蔡秋龙她表示 以前言重要政政执行的情形 还有施政重点 未来施政重点结语等四大面向 来说明她这过去半年的施政成果 还有未来的理念 玉礼正名代表会定期会开会的第一天 是由政代会主席吕嘉宜来主持 政长蔡秋龙率领公所各科室主管道场施政报告 以及业务报告 蔡秋龙在施政报告时 以前言重要政政执行情形以及施政重点 未来的施政重点 结语等四大主题面向 说明施政成果以及未来施政的理念 110年客家生活馆活化经营计划 根据提报 110年客家生活馆活化经营计划 争取客家委员会的补助 除安排每个月档期艺术展览之外 并以哈克体验影的方式 活化管设 规划办理生活美学体验 客家歌谣 亲子活动及客装小旅行 提升客家生活馆之功能与使用率 促进客家文化传承与创新 并推展客家的特色产业 施政的重点在考量地方均和发展 并且需要排定长远的愿景跟目标 使得玉里成为花东漫活 并且具备多元文化城镇 推展新著名的文化 建构欢乐耶诞城 玉里一起来的活动 吸引外地游客来到玉里镇 提振地方观光等都是目前公所正在推动执行的工作 希望共同与代表会合作打造 和乐漫游的玉里城镇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